外省第二代被省级仇恨经验谈,从郑南荣从小被打击打其他外省小孩,断仪康被骂外省猪的去人话现象谈起。分享,5.月25,2022,美国加州枪击案枪手周文委首闸有外省猪字样被世界日报揭露,社论认为他活在自虐幻想脱离台湾现实,但当事人张宣信牧师畅谈省级矛盾到我这代为止,省级仇恨确实曾在外省第二代身上发生过,即以郑南荣断仪康为例,图片说明,郑南荣表示228影响他 中生,翻设远见杂志及南荣人生,关于郑南荣因为身为外省第二代被受省级冲突影响,我已多次提及,远见编辑部在1989年4月15日郑南荣自述成长有他的现身说法,他说父亲是福州人,自福建都海来台,投靠亲戚,而民国35年,他要和我母亲,闽南人,结婚,即遭到强烈反对云云,可见郑南荣就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郑南荣从小就因为其父亲讲闽南话带福州枪,因此他在罗东上小学的第一天,便和人打起来,才6岁就因为外省� 被暴打,可想而知其心里受到什么创伤了,转学以后,变成郑南荣与他的弟弟展现暴力,按他的原话是,我们住在街上,隔壁住了一家福州人,我和弟弟自认是台湾人,也和其他的本省孩子一起打打他家的小孩,这也就是说,即使郑南荣因为外省第二代的身份被霸凌,后来他也因为别人是外省第二代而去霸凌,从郑南荣的网站南荣人生可以看到,228对他影响非常大,因为郑南荣出生于1947年,也就是发生228事件的那一年,郑南荣在其第一次求职的履历表上� 生在228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带给我终生的困扰,因为我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在日本时代来台的福州人,母亲是基隆人,在远见的专访中,他也提到我有一个舅舅,始终不能接受我母亲的这桩婚姻,直到19年前我结婚,他还不肯来参加婚礼。换句话说,郑南荣还在6岁的时候,就因为228被其他本省小孩爆打排斥,然后又因为自认是本省人而去爆打其他外省人,而且包括母亲这边的亲戚舅舅不但不接受他父亲这边的婚姻,连他的婚姻也不接受,从郑南 郑因为外省籍,外省第二代身份从小被暴力对待并且使用暴力来看,世界日报社论认为周文伟周贤受到的影响,不仅完全脱离台湾现实,活在极端主张的自虐是幻想云云,以郑南荣生于1947年,周文伟生于1953年来看,相差5岁的他们是否有过类似人生经验,我们可以从制服周文伟枪击报信的张宣信牧师所言来探讨,根据张宣信牧师省级短道我这代为止专访,张宣信牧师说其实凶手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在彰化长大 如果,资料,正确,他在读台中一中,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驻台中,但我们都忠不得,那成长的背景可能很相似,而且还特别提到228事件及我们这一代会对彼此没有办法融在一起,若再从世界日报社论特别提到周文伟手扎的外省猪字样,可知周文伟在台湾应该曾经有过省级冲突的经验 图片说明,名人堂专访南加州枪击案当事人张宣信牧师,图片说明,张宣信牧师接受名人堂访谈,翻设YouTube,接下来到了曾为民进党立委也是外省第二代的段一康,段一康曾表示小学三年七下学期某一天,他与班上同学吵架,同学用台语骂他外省猪,他回家后,其副段手于告诉他,这是历史悲剧,历史包袱留下来的伤痛,并且从228事件开始解释起 图片说明,段一康表示他从小被骂过外省猪,翻设台湾英文新闻,段一康生于1963年,住在眷村,跟郑南荣相差16岁,他去上小学没被打却被骂外省猪,从王洪恩谈过的去人话Dehumanization叙述来看,去人话Dehumanization是为了行使暴力的前缘,本省级同学没有像毒打郑南荣一样毒打段一康,算是从行为暴力减弱为去人话Dehumanization言语暴力,当然,去人话也可能是未来行凶的上一步,我们也可以知道,从段一康父亲段手于对他的教育来看,段一康被痛 罵外省猪也跟228有关,该事件大约发生于1973年间,到了2022年,也就是49年后,外省第三代苗伯雅市议员在公示因为228被王晴帝 also known as凯利,百邻果,公开问你阿公杀了我阿公,从郑南荣小学一年级因为228事件影响的氛围被毒打的1953年左右,到1973年段一康被骂外省猪,再到苗伯雅外省第三代被问你阿公杀了我阿公,可见,228影响台湾到现在,从外省第二代到第三代,都不免被纠责,纠责的行使则从暴力毒打到去人话 Dehumanization 言与暴力外省猪,乃至被质问你阿公杀了我阿公,激烈程度则是逐年递减。接下来,来谈谈我个人身为外省第二代被省级仇恨的经验谈,我比郑南荣,断一康年龄清,而从我个人有记忆以来,我没有印象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省级因素或外省第二代的原因受过任何歧视,侮辱,勉强说刻板印象的话,就是当别人知道我有个外省老兵父亲时,别人就会直接推定我是眷村出身,但眷村跟我们其实完全无关。另一次感受比较深的刻板印象是我父亲 过世后,我到佛剧店买一些佛剧,因为我想为父亲诵经,当时女老板除了推荐我找某寺庙的师父做妻之外,知道我父亲是外省老兵,母亲是本省人后,就不断强调这种外省本省的婚姻不幸福,而且她的用语很特别,因为她说这种婚姻是老兵强奸本省人,由于当时我父丧才几天,我也懒得跟他多说什么,也由于他讲了好几次强奸,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父母年龄差距很大,婚姻早年经常争吵,最后几年比较好了,这我们后面再谈 因此,关于我现实生活被省级仇恨的经验可说完全没有,倒是我在网路上开始谈省级与阶级以来,常常被批评指教乃至被王洪恩教授所谓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对待,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把现实生活与网路分开看待,因为现实生活所遭遇的是最直接的,我第一次有省级你我他概念应该是小学五年级,当时导师问全班有没有人是外省人,全班60个人只有我跟另一位同学举手,此后,我也未曾在公开场合被询问过省级问题,而身份证废除省级而只有出生地则是很后 来的是了,虽然我没有因为省级或我的父亲的外省级被歧视过,但我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没有被歧视的相关经验,原因则是我高龄的父亲及我身心障碍的母亲,我从小就因为母亲的关系会被邻居指指点点,包括以我听得到的音量说他妈怎样,我父亲与我年龄的差距常让我被误认为是他的孙子,我成长之后要常常带父母看病,我也提过,因为我母亲多重身心障碍的缘故,我陪我母亲搭工车被拒载,看诊也无故被延后叫号,我这个外省第二代的生活经验与郑南荣 段仪康等人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我在网路上以外省第二代发言以来,除了台独主张者常来切磋外,我以一个非眷村外省第二代的身份发言,也受到一些眷村出身的人批评,某次我看到台大教授骆明庆的blog中几个人在讨论我的发言,其中某一眷村出身的人批评我,而我的主张是,当你们认为外省优势的时候,为何把我们算进去,骆明庆有篇论文谁是台大学生,特别提及省级所占的优势,但他并没有主要区分或至少该在标题中以阶级作为区 别标准,在骆明庆的论文谁是台大学生性别,省级与城乡差异,骆明庆2002,谁是台大学生性别,省级与城乡差异,经济论文从刊,30,1,113,147,122页中,只有简单提到外省军人间因为比例悬殊导致婚姻市场的竞争和军人一关节高低而先后获准结婚造成教育程度较低者叫晚结婚,子女也因而叫晚出生,使得外省级人口的出生时间与父亲教育程度高度相关云云,为何你骆明庆要用省级把 我们跟你们拦炒呢?图片说明,骆明庆说明其研究统计排除晚婚低阶老兵,以我现在的看法,配合这一两年来吸收的心知,我认为蒋介石讲经国眷村政策及军公交政策,是对低级外省人的反人道罪几种族灭绝政策,而那些受益者或既得利益者,就是蒋介石体制的共犯,以反人道罪几种族灭绝的概念来看,蒋介石以法令限制低阶军人结婚,并且给予低薪即限制退伍,不发给身份证,只有高级外省人能够自由交 配繁殖,这些高级外省人还可以获得住到死也不必赴一毛钱的眷村,几十年后有改建大楼可住,这就是阶级差别待遇,这就是把低级外省人当成禁鱼以强迫劳动,奴役,从中国非法以抓兵手段把所谓的外省人抓来当兵道之后禁婚,这就是反人道罪与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低阶军人在高龄之后,婚姻不再受限制,但财力与体力均受限制,才会导致落明庆所言婚姻市场的竞争中,低阶外省人落在最弱势,我经常会从我母亲的处境来思考,为何我的父亲会娶我这样的母亲 前几年,大臣一包后代民进党的市议员梁文杰与我在部落格有小小的辩论,梁文杰后来在批评蒋万安时曾自称最低级外省人,但梁文杰他父母是可以自由婚配的,包括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家族被分两栋房地产,他外公原本配到高雄陵园打鱼,后来在调查局工作,他爷爷在岛上是做小生意的,就分配到永和 我到了大臣千台60周年纪念大会计影像展看到大臣人有份配渔船,房屋,这样还要自称低级,图片说明,梁文杰自称最低级外省人,但大臣一包实际有配房配工作甚至提供渔船,前阵子,有位留学外国的博士生访问我关于眷村议题的意见,为了避免我口述资料的移缺,我特别整理了一些我过去的著作与论文供他参考,有空我再整理出来,简单来说,我应该是全台湾独一无二最反对眷村的论述者,一来眷村是极为破� 外文化平权的霸权论述,二来这些既得利益者变成外省代言人,就像张茂贵无孔不入地用尽各种方法向公部门要钱去搞他的眷村神话,用他的话我们外台会呢,虽然有人不愿意去跟公部门打交道,我们就去跟公部门打交道,那有人不跟退府会打交道,我们就跟退府会打交道,形同抹杀我父亲那一代,让我极为不满。因此,我也提供了几个论文如林秋分,老荣明的家庭关系出探,以配偶罹患精神疾病于玉理容院长7住院者为例,辞济医 人类学家胡台利玉宅与藩属台湾融民的族群关系与认同论文,他提及低阶军人待遇及低寻找对象及困难,就算有婚姻关系,其配偶我引用他的原话,大部分是不正常的结婚对象,这些人包括谁呢,也是引用他的原话,断一只手臂的残废,养女,酒女,失明,眼邪士,气喘,又是高烧影响智能,言语表达有障碍之女子,还有为还家中欠债而出嫁者。图片说明,胡台利,玉宅与藩属台湾融民的族群关系与 认同,胡台利特别提到,台湾社会的正常女子很少愿意嫁给这些开发队低阶式官兵退伍下来的荣民,而大约是2006年,胡台利接续陈耀奇50多年前拍了一部带退军人到花莲木瓜西盼肯荒的纪录片刘弊架,又拍了一部以刘弊架为主角的纪录片石头梦。在此讲胡台利的原因是,即使他写过这些集拍了石头梦,但我还是有些不满,十几年前我就曾写信质疑过他,因为,即使他的看法那样,他讲的还是不够全面,图片说明,石头梦海报 就像段一康在2004年10月底直询由西坤行政院长时说多数外省人过招贫苦的眷村生活,没有得到好处,却背负外省人的原罪,住了可以免费住到死的眷村,比我父亲更早结婚生子,怎么好意思说贫苦的眷村生活,看了这类贫苦的眷村生活叙事,我作呕不已。所以,若从留为人料配信人民必须为国家做的坏事负责提出的概念在国家犯下恶行时,我们只能观察你有多么反对那些恶行,或者又有多么认可,多么支持你的祖国,来思考,如果集权国家人民应该为领 领袖的责任来分担的话,当年得以先结婚的军人,分配眷村或外省教师,公交无疑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并没有对抗蒋介石的暴政而是当蒋介石政权的军公交,住蒋介石政权的眷村,当然因为蒋介石对地阶军人限制婚姻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为负责,也所以每当我看到年龄比我大的外省第二代,我就会去分析他们的出身并思考。也因此,我对骆明庆这位外省教师后代把省籍轻易地当作他自己说的占了很多人的便宜的理由,我对 我的父亲没住眷村,必须取这样的我的母亲的立场,必须与以最强烈的质疑,也因为我对眷村文化有极度强烈的反感与厌恶,就像我看到外省教师之子管人见自称低级外省人,而他父亲管恩然竟然只当两年兵就觉得被白色恐怖,而且当兵是当少尉任用的侍从官还变成军报记者,退伍后可以当老师。为什么高级外省人对低级外省人被种族灭绝无动于衷呢,就是不把低级外省人当人看吧,综上,我其实完全不认为省级是台湾的一个问题,阶 级才是,如果一个本省人或外省人家财万贯花钱如流水,我相信任何隔阂也会轻易地烟消云散。至于所谓的外省第二代伴随或被造成的省级矛盾与冲突,在南加州枪击案张宣姓牧师省级矛盾到我这代为止的宣言后,实在也没有继续强调的必要,至于我说的那些,其实就像胡台立与骆明庆的视角,胡台立或许可能还有些同情,骆明庆则是排除于统计之外,这些学者研究发现的大部分是不正常的结婚对象,与台湾社 社会的正常女子很少愿意嫁给这些开发队低阶式官兵退伍下来的荣民,以前就不被当正常人看了,往后的台湾历史,又怎会有他们的余地?就像连曾经痛批眷村的民进党政客,如今也改口,赖清德郑文灿陈其迈门全力支持保存眷村文化,要眷村文化一带一带的传承下去,学者口中的不正常,又怎么能出现在世人眼前呢?图片说明,曾经反对眷村的民进党,其县市长近年强烈表态支持眷村文化保留。Blackjack2022年5月25日,消失的人口作者